一早不到八點 高雄烏甲殖民廟宇 湧盡大批民眾 有了自行前往 有了席家貸券 為了打BNT疫苗 也開放預約混打 都打同一劑 比較有保障一點 如果出什麼事 你要怪第一劑 還是要怪第二劑 那你症狀是不是突然 一定也是兩個同時都會有 全台混打疫苗第一天 民眾擔心有副作用 大部分先觀望 廟宇接種站 預計施打上千劑BNT 有誰到誰打 預約BNT的七百多人 預約AZ混打BNT 預約一百多人 只佔兩成 不會 就感覺同一個廠牌 比較安全 因為只要有國際認證 就可以了 另一頭視力民生醫院 AZ混打莫德納疫苗 比較踴躍 一百五十人預約 報道率百分之一百 一個都沒少 聽說AZ加莫德納的效果 等於是兩劑莫德納 所以想來試試看 我們是特地打混打的 等差不多有四個月 大部分的民眾 其實大概在七月 或者是八月份的時候 就已經接種了第一劑的AZ 除了混打 為了鼓勵六十五歲以上 長輩打第一劑疫苗 之前送過百米和點心券 反應一般般 這回設在連鎖大賣場的疫苗站 下重本給兩百塊錢 提貨券超好康 但是只有二十人名額超少 有點小氣 無論如何刺激長輩施打 以及第二劑接種率 才能達到集體免疫有效 對抗病毒 希望洪夫人王書宏 高雄報導